今天有什么安排呢 今天安排就是说我讲的为什么我们投资呢 赔钱是大概的时间 是吧 为什么投资赔钱是大概的时间 是吧 然后再讲一讲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让赚钱 变成 大概的时间 是吧 那么呢 这个呢我们就 这个这个我们就不能这样问 我们 寻找一个 比较科学的方法 来 管理我们的投资 是吧 然后呢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把这个投行 投行的一些工具 一些 投资方法 融合在 融合在这个平台上 融合在这个工具里面 然后呢 实际上呢 我们呢就 采用了 类似投行的投资方式 那么呢 我们 就 把这个投资赚钱 就 可能变成大概的时间 好吧 那么 我们讲投资是吧 投资我们就想 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投资 是吧 你投资的话呢 就是说你 你说你把钱 比如你开个公司 你把钱 投进去了 然后你进行 生产 是吧 然后生产以后呢 产生效 然后呢 这个钱呢就变得更多 是吧 这是投资 是吧 这是投资的特点 它产生剩余价值 是吧 那跟投资 相对应的 还有一种 还有一个名词 叫做投机 是吧 这个投机的话呢 就说我这个 利用这个产品价格的不同 我买卖 这时候呢 我获利 但是这种获利呢 只有一方可以获利 只有一方可以获利 这是投机 是吧 那么呢 大家不要认为投机是 便宜值 是吧 投机它不是便宜 它都是中意值 中意值 它没有便宜 在你无论是投资也好 投机也好 只要你把钱赚了 就是对了 是吧 那么我们想 讲这个 想在股票上这个 买点股票 这个 这个 赚点钱是吧 那么我们想想大家 大家想看 想一想 那么我们在想 想把钱放在股票市场上赚钱这个事 是投资呢 还是投机 是投资呢 还是投机 是吧 那么 在这个股票市场上 投资的话 收股息呀 是吧 那个 那个 股票增值 把它卖出去 是吧 那么我们大家认为这个在股票市场 是 投资的 你也帮我写个一是吧 如果你认为它是投机的 你写个二 看看大家 有没有这个 大家是都是怎么看的这些 对 它是既可以是投资 也可以是投机 是吧 在这个 在这个 这本市场买股票的时候 它投资 我就是 收股息是吧 收 然后呢 我拿个一年两年或者几个月 我把这股票 它增值了 增值以后呢 我把那股票卖出去 卖出去 这个 我 不值赚钱了 这个是投资 投机是什么的 投机就是高频交易的期权 不外汇 这个呢 在这个时候呢 那只有一方是赚钱的 只有一方赚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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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双方都赚钱 对吧 但是呢 无论是投资也好 投机也好 都有风险 都有风险 是吧 哎 那你说 那你说 有人告诉了说这个投资呢 它也有没有风险 他告诉你 每年保证你20%的投机 或者10% 是吧 大家有没有 这个人告诉你说 他20%的投机投机投机 保证的 大家碰不碰到过这个 不过你碰到了的话 你写个1 或者听说过 如果你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你写2 看看大家听不听说过这个事 听说过是吧 有朋友说这个 听说过 是 这种东西有 有 这种东西有 就是呢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 这个是 麦道夫了是吧 庞氏骗局 2008年呢 他这个局破了 是吧 他大概他有六百 650个亿的资金 突然间就 没了是吧 那个 他的受害人 盗心在这些 也没了是吧 那么呢 那么 大家可能就说了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么呢 那你经常碰到是 你说我这个投资回报 保证给你投资回报10% 20%甚至 是吧 甚至更高 那么呢 如果 我在这里 不多说了 但是呢 我提醒大家 是什么呢 如果你发现 如果你发现了 就是说这个 有这种产品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 最少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问一问 就跟你说这个话的人 他就因为这个制度 因为这个制度 就我知道呢 凡是 有 证书的 无论是 政府的也好 还是民间的也好 跟你发证书的 CIV 等等 这个只要给你发了证书 是吧 安省证监会 或者什么样 只要给你发了证书 这些人呢 就有一个 就会产生一个条件反式 他不会 告诉你 一个他不会保证你一个百分比 如果他保证了 他的证书就会被吊销 是吧 这是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第1个问题 第1个应该问的问题 就是这个人他有没有资格 跟你说这句话 是吧 第2个是什么呢 第2个就是他这个产品是不是 没有人能保证你能赚钱 没有人能保证你 那个巴菲特最厉害 巴菲特 股神呢 但是他也贵钱 这是这个新冠来的时候 他赔了500个亿 是吧 没有人保证你能赚钱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 不要这个 上诞受验 好吧 那么呢 我们这个 闪户 闪户总是赔钱 闪户总是赔钱 那么我说这句 那你可能问我 你说这句话你有根据 是吧 你说这句话你有根据 那么我现在就 就 也是想 想大家这个 向大家问一下 如果你这个投资你亏钱了 你写个一 你说你的投资经常赚钱 你写二 我看看大家 有没有投资经常赚钱的 也是不赚钱你写个一 也是赚钱 我看大家 大家好像都不好意思说是吧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说很正常 是吧 赔钱是大概这个时间 在经济公司呢 它有个统计 90%的散户 投资是赔钱的 所以说呢 你赔了钱以后 你也不要觉得 不好意思 你绝对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 所以你说你投资赔钱很正常 是吧 那么呢 我们也有赚钱 那么我去讲讲这个赚钱 是吧 所以说呢 根据这个 我对这个 证券市场的研究和 所学到的知识 那么我就给现在的证券市场下了一个定论 就是这个定论 当前这个资本市场 它的结构和运作程序 这些程序和结构的存在 他们就是为散户赔钱的设立 我就敢这么说 就是为你赔钱设立的 为散户赔钱设立 是吧 当然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 是吧 那么咱们现在在这里呢 也不辩论 我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大家呢 可以讨论这个事 好吧 那么呢 那么我们现在就想了想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可以 以下几点 就是说 它在资本市场中 它不产生剩余价值 是吧 在资本市场上有很多钱 但那个钱呢 它不是它产生的 是吧 它是 你把那个钱 放在那里 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 你的父母亲 你的亲人 或者是谁 把钱放在那里 是吧 它本身并不产生钱 比如说你10块钱买的股票 你11块钱卖了 你赚了一块钱 是吧 那个人呢 可能就把他股票卖到20块钱 就赚了9块钱 是吧 那么他就赚了9块钱的话 第三个人卖了 他就卖成15块钱 你得赔钱 是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看啊 他这个产生 每一步当中呢 它是不产生钱的 是吧 它是零和游戏 是吧 那么呢 你要赚那个钱 是吧 你在股票市场 你要赚那个钱 那是别人的 是吧 那么呢 别人还想赚点钱 别人还想赚点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这个资本市场上 这个零和游戏 你每个人都是你的敌人 你也是每个人的敌人 每个人的敌人 那么呢 你想 你说 你说 刚才有个朋友说 他说这个 赚钱 赚钱 偶尔你确实赚钱 偶尔你确实赚钱 你赚钱 你可能你把我钱赚钱 那么偶尔我也赚钱 是吧 那我赚的钱 可能是你赔的 但是把这个时间车拉长了 把这个时间车拉长了以后 你和我都赔钱 保证你 是吧 90%的概率 你和我都赔钱 那么呢 那么我们说这个资本市场 是一个零和游戏 是吧 那么我们赔钱哪去了呢 说谁赚去了呢 是吧 就是那些机构的 投行 资产管理公司 还有那些基金 基金公司的经理 他们把钱赚 他们把钱赚 为什么他们赚钱 你看他们 他们就是 豪车 飞机 是吧 自己的私人飞机 游铁 是吧 钱赚海了去了 是吧 那个 他们为什么赚钱 是吧 我们就想讲一讲 他们为什么会赚钱 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 跟他们学一学 我们也能赚钱 是吧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 是吧 那么呢 跟他们 跟散户投资来讲 我们就跟散户跟一些 投行来比 我们是这个 我们是这个弱势群体 是吧 弱势群体群体 为什么说是弱势群体 首先信息不对的 信息不对的 是吧 你看我们看电影 这个 麦克 道格拉斯 他演电影的 《华尔街之狼》是吧 他利用这个 内幕消息 赚钱赚的那 赚钱赚的你都恨他 对不对 赚钱赚的你都恨他 他赚钱 信息 在资本市场上 信息是无价的 信息是无价的 是吧 那么我们有什么信息 是吧 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或者我们 我们问朋友是吧 看看电视 看看接门 然后上网搜一搜 是吧 看个报纸 看看书 这些呢 在资本投资来讲 资本市场投资来讲 这些都是历史 都已经发生过了 都是历史 不是信息 那么假如 假如你要想得到点信息 你知道这个苹果公司 库和的变化 知道的 你说老兄 你说 你说你们苹果公司现在 情况怎么样 你觉得他会告诉你吗 但是RBC或者TD 给他们打电话 他就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 投行呢 可以直接到实力考察 看看仓库啊 看看新科技开发 而且呢 上市公司还要好好招待 即使的信息是无价的 我们得不到 投行有什么 投行能够得到 费务钱 可以想 最好的市场 可以想象最好的市场个员报告 找到最好的在理人 配最低的佣金 他们有自己的圈子 我们没有 信息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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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就是 知识不得到 知识不得到 我们也天天要上班 我们学的知识 比如说我本人就是学电脑 是吧 我对金融那是 就是 没有投行经理 那么紧 对不对 那么呢 有个统计 就是哈佛大学 哈佛那是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是吧 哈佛大学 50%的毕业生 都去了华尔街 他们就学这个 他们就学这个 现在跟书校长聊天的时候 书校长的女儿在哈佛大学 就读这个 就学这个 你说我们怎么能够 跟他比 比不了 比不了 那么比不了 那么我们 我们华尔人 特别愿意 看书 看了很多书 学了很多技巧 看了K线图 还能收着 然后等等等等 学的偷偷知道 学的特别精 就是把钱放在股票市场里面 发现自己还是背钱 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你所学的书 你所学的技巧 是谁发明的 是吧 谁发明 就是那些投行的经理 你用他的技巧 用他的书 然后用他的 办法 你就能够把他兜里的钱 穿到你的兜里吗 你觉得可能吗 是吧 很难的 还有什么 支援不对的 什么叫支援不对的 支援包括什么 时间 人员 设备 假如说你能看懂这个 Bloomberg Terminal上的那些 曲线 那些那些东西 是吧 你能够花一万七千块钱一个月 注入一个特别 你也没有时间看 是吧 滚动的信息 一秒钟就十几个二十几个 你看不过来 没时间 再谈谈设备 是吧 什么设备 你花了一万多块钱 买了一条最好的设备 你用最高数的网 你也不行 假如说你的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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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等于这个RBC 8万多名员工的这个 知识的总和 是吧 你还是赢不了 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我在那个RBC上班的时候 他每天找那个利贵 今天要安排 哪些事 是吧 各个部网站 都过去 然后我也去了 我是代表IT的 然后就是有一个管理董事 他说我这十万块钱花的是 我说你十万什么十万块钱花的是 他说这个 把这个我们公司 的服务器 向这个交易所的服务器移动 进了一个厘米 一个厘米 十万 他为什么花这么多 他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一个厘米十万块钱 不得花 那十个厘米就一百万的数据 他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你 想不想一想 他为什么 假如说 假如说你的知识 跟那些RBC的所有员工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你无论是买单 或者是卖单 你说你 我要五百块钱买 买一支 苹果的股票 是吧 你买这个股票 你把这个单挂上去以后 你一定在当后 就差那么零点几秒 你把单挂上去你就在当后 你要买这个股票的话 你一定要 买的比它贵 是吧 你卖股票的时候也是价 你卖的一定要比它便宜 我说你卖不去 所以呢 这个资源不对的 资源不对的 我们能赢吗 那么我们是什么 跟那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最懂资本市场规律的人 在这个没有 双赢的竞赛当中 我们用他们的技巧 用他们的技术 读了他们的书 就能够把他的钱 从他的口罩里拿过来 推到我们自己的口罩里 你觉得这可能吗 这是可能 还有更糟糕的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所以说我说这个资本市场 设计就是给我们市场 可以先做的 还有更糟糕的 更糟糕的是什么 每家银行每个投行 或者 资产管理公司 他就搞了很多这个 很方便的 这个投资平台 你花10块钱 你可以买任何股票 你觉得很方便吗 是不是很方便 你要觉得这个 不方便 那就怪了 你要觉得很方便的话 你帮我敲个1是吧 买股票现在太容易了 10块钱就可以 好吧 有没有同意的 这个 现在所有的平台都很方便的 我看大家觉得 太容易了 现在是吧 买股票 花10块钱 我就可以买 有点 RBC TD 是吧 CIBC 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花6块钱 5块钱 4块钱 2块钱 花点钱就能买股票 任何股票 是吧 太容易了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这种事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 怎么是最大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这个多众多街上 看这个 对不起啊 我们这里有个问题 问题的 等于是我在 再讲十分二十分钟 我们马上就到 到系统了 好吧 那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再 在这个 再说 好吧 那么到最后 最后我回答问题 好吧 我集中经理快点把这个 大概的过程讲 好吧 那么呢 我在多众多的时候 就在一个 在街上找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 发现这么一大客车 大客车呢 很吸引我 为什么吸引我 是吧 为什么吸引我 因为那个 那几行那个 他不是他 很豪华 是因为他们写的几行这 是吧 特别吸引我 他说什么呢 免费接受 免费接受 我说 这不好事 这不豪华的客车 免费接受 然后再往下看 还有一行事 他说 不但免费接受 他给你十块钱 你要去的话 他给你十块钱 这么好事 那我也去 往下一看 那我去赌场 十块钱 他给你十块钱 那你去赌场 为什么 那大家呢 可能都看过这个电影 在21点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故事就讲 马上理工学院的一个 教授 带了他们 顶尖的几个数学的学生 黑平研究21点 最后呢 他到那个拉什维加斯 赌的时候他每次都能赢 每次都赢 最后赌场把他们赶出来 把他们打出来 赌场不喜欢聪明 赌场就喜欢那种像我们这种人就不懂 不懂了你看到赌场去呢 我去去玩的时候你发现他那酒卖的相对便宜 你看这个酒吧你看 你酒这个你去赌输了是吧你赌输了以后 你就去借酒销售再买点酒 买完酒你更迷迷糊糊糊再去赌 再接着书 赌场喜欢这种 那么我不认为呢 有没有哪位朋友 他说 我现在 我现在学 哎 有没有朋友说哎 我现在就缺点钱 我到赌场去挣点钱 哎 有没有 这样的朋友 哎我说你 你看看有没有 哎我说我今天我拿100块钱啊 到底就剩100块钱 我比如准备把它变成200块钱 我到赌场就赢100块钱 有没有这种人 我在 在座的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人 他说没有是吧 哎 在真实的真实的故事当中还真有 那个 FedEx UPS的FedEx 那公司 就很快就要破产 他只剩几千块钱 但是这个 这个Over 他说 他说他也就剩这几千块钱 这几千块钱 但是呢 他就到赌场去赌了 把这钱全 全赌进去了 但是他赌赢了 这就是那个UPS 他造型的为什么要活着 因为当时他已经快破产了 是吧 这个他就到赌场赌了 哎 哎 怎么把钱 真把钱赢过来 这种人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上赌场去了 这个人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看 这是一个 很有 很有意思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但是 大部分人到赌场去肯定是危险 因为你玩不过赢家 玩不过庄家 是吧 赌场是 赌场是庄家 赌本市场上那些 那些投资经理 大银行 他们是庄家 然后你说你想赢 赢他们 你说 你说你说 你能赢 是吧 你说你说我运气好 那你就试试 看你 那你运气到底好不好 所以我就敢说 在这个当前那个资本市场 这个 所有的这些东西 设立 就是为散户赔钱设立 不同意的话 我们 等下来讨论 是吧 那么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我们也想在 资本市场投资 能不能赚钱 能 能赚钱